这天孙轩因为着凉得了重感冒 古怪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孙轩明明没有买感冒药 却接到了送药的电话 您是1620的业主吧 十五楼暖气漏水 把电梯间给淹了 我马上去修 一会儿就好 您在这儿等一下 孙轩响 真是奇了怪 也不知道真的有人关心我 还是谁在恶作剧 算 还是别吃了 迷迷糊糊的 他好像看见了一个陌生人 您是1620业主吧 您怎么还在这儿呢 电梯修好了 赶紧回去吧 你装聊啊 好像只有孙轩 才能看到这个古怪的男生 他把孙轩抱在怀里 孙轩想 该不会是我单身太久 产生幻觉了吧 但为什么这个幻觉 这么真实呢 你怎么会 那让你上来 我看了 谢谢了 是 啊 来 我们的 我们的 务目 逐 我们的 这也还 我们的 我可能是在做梦 梦见他偷偷亲了我 我昨天怎么回来的 第二天孙轩发现自己家的门锁坏了 那里边都被烧坏了 看起来好像是明火 看来要换一个 怎么可能啊 不是 怎么 你觉得我是在额连 没有没有 不是那个意思 孙轩想 最近怪事太多 实在不行在家装个监控吧 孙轩平时是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的人 他并不需要别人催促 就能把事情做得很好 这一天 他独自一人留下加班 忽然他想起今天跟朋友约的晚饭 于是他赶到了餐厅 喂 第二号 我现在 我现在还有 前面还有八号 你什么时候来啊 你怎么这样啊 我在大风天里 在外面等了一个小时排队 喂 喂 谢谢 所以 还是一个人好 两个人太麻烦 小姐 小姐 请问一下您选好餐品了吗 给我来一份A套餐吧 是这样的 今天我们店里B套餐 有第二份半价活动 请问您需要吗 不需要 谢谢 小姐 这是给您的熊吗 算了 她陪我吃饭也挺好的 可以拼桌吗 莫名其妙 怎么还来 我 太饭了 这么多了 不是 对 你 都不需要 来 是不是 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已经吃上了 行 让我们改天再约吧 好 拜拜 一个招呼不大就走了 饭也不吃 还抢着买单 真是个怪人 不过长得还挺帅 有点意乱情 没该怎么介绍你 好 拜拜 cue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怪 一句话也不说 还这么爱喝提花汤 看起来冷冷淡淡的 没想到还挺接地气 还喝吗 这是孙轩第一次邀请男生到家里吃饭 虽然才第二次见面 但是孙轩觉得这个男生有种莫名的亲近感 还挺会照过人的 你还喝吗 不喝我说 好 好 中文字幕——YK